诶 大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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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种回去 再种回去 今天给花友们看一下 花友们寄过来的花都养得怎么样了 咱们先看贵的吧 这个呢 是给我的这个500多的这个帝王花族 现在呢 马上就破壳而出 马上就要长叶了 有话说长没长根啊 长没长根 这个咱别扒拉开看 有的话说 那我侧着种 我怎么种 其实树的种也一样 另外您可以看一下 这边 这边 马上又长出来很多的叶 人家说帝王花 帝王花开 百花杀是吧 到时候咱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长出来的叶子 会不会开花 我都不知道 这一头500多 就这么一块 出江草啊 由于前段时间在花店里面养的 就是已经涂长了 都快废了 来到大棚里面 以后光照给抖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都长得很茂密啊 我的部分要开花了 我这个养的就是由于缺光啊 你们要不跟我比 不要跟我比 这个有点缺水了 因为你像这四盆花 你可以看到哈 这四盆花的话呢 总有一盆缺水的 对吧 他有的话说 为什么我一块养的 一样的环境 总有一个不好啊 你一样的环境 他也不一样 对吧 你像老师 一样的老师教出来的 你看你这个学生 他有的 他就 咋咋就不行 你这个就麻烦 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 干透焦透 更古不变 现在可以追一些肥了 我想给他全剪了 不过我别剪了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长偏了他吧 长偏了以后 你给他转一转盆 让他往另外一边长 让他朝着光照长 这样的话就会匀一些 他还是比较害怕 鸡水烂根的 桂花已经开花了 开完花 也随着长新叶 这个时候 可以加一波肥料了 可以追肥了 这个白井龟被 寄给我的那个花友 想我这个新长出来 叶子太丑了 长出来就不错了 最引以为豪的 最引以为豪的大叶子 已经救活了 你看这个根系 我现在都可以滴露着了 这么多 我就不打开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长特别牢 怎么样 臭宝开不开心 这个花友看到 以后肯定会很开心 来的时候就成烧火棍了 已经快死了 来的时候正好入冬 不是吧 那时候特别特别的冷 现在已经活了 宝贝 这是你的漂亮吗 得意之路 秋枝灰镜啊 这个宝宝 你看你这个花 从好到不好 从好到不好 那一段时间以来的那个变化 你看现在又开始 这个海棠确实好看 明年我也整一点 卖给你 这个是水晶花族啊 这个花友 跟那个秋枝灰镜一样 颜色从好到不好 周而复始 周而不始 到大棚里边 有的话 老花姨 你有大棚 你得着 你也可以做一个啊 白蓝 白蓝在大棚里边 一点挑战都没有 就这么好 你也可以自己做个大棚 然后呢 现在有一些个 有一些个缺乏营养的状态了 你看这个叶子不是那么绿了 该施肥了 因为它现在在开花 白蓝开花开这么一小堵 满屋子里边都是那种幽香 我来个去 这个沙漠玫瑰 我说要挂了 估计要挂了 有一个养沙漠玫瑰的大神 跟我说还能救 如果说您要是跳出来 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咱们一起分享 学习一下 怎么样给这个花肉救活是关键 我给你看一看现在的盆土 温度的话 就是我们北方大棚的一个保温 一般保温棚 好吧 看看能不能分享分享 最香 毫无压力 好吧 初宝 你寄过来这个满是花苞 你要不要 你要我现在给你寄回去 现在寄回去 我就害怕什么呢 在路上冻死 冻死了 你别找我陪就行 我现在给你寄回去 你可以回去赏花 或者说回去寿司 给它 杜鹃 杜鹃太慢了 太慢了 在我们这 福建那边的杜鹃是比较多 你那个长得怎么样了 那个花肉 你那个长得怎么样了 谈花太丢营了 谈花太丢营了 不过这没事 虽然说养成这个怂怂怂 怂怂怂了 你刚才下面有个要红红的那个瓣 这个地方的后期会再长出来新的 我后期我爸这个重新修剪修剪 再重处再长吧 得一年的时间 你看咱们原先水培的这个红长 之前呢是经历过一节小的冻伤 现在种过来以后呢 有的话说怎么长得那么难看了 谁小时候都好看 你一般收到的那个花 正是正值它十八啊 正值它最漂亮的时候 你肯定最好看 你越养越不好看 哪个都给你用啥吗 这个茉莉花要死不活的 现在就是属于一个这种 就是很慢 西北山快挂了 养茉莉都养不好 臭宝 你多翻翻我之前的视频吧 这个毛包皮章 彻底回家见姥姥去了 这个彻底没有了 彻底完蛋了 彻底完了臭宝 这个不是出于友谊的 大意了 大意了大意了再种回去 再种回去 你看这里长了一个新牙子 我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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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初博 我大意了 怎么发出来 怎么再给你种回去 我以为要死了 你知道吗 再给它摁回去 再给它摁回去 没死没死 或许还能活 我不放弃 不抛弃 不放弃 好了 今天的养花总监 简单的就到这了 小伯特记得点个赞 有话说 现在还能找你寄花吗 我主要是怕路上会冻死 我现在一直在做一些评测 在网上去买一些花 咱们不要担风险 让那些有钱的老板去担 我是老阿姨 养花最软意 我们下一个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